自8月10日,陈露在社交平台吹霍尊为渣男以来,该事件持续发酵 一方面,综艺节目与霍尊解约,大众舆论偏向女方 霍尊的一人之路可谓是前途未卜 另一方面,网友们对陈露爆出的以霍尊为代表的护上情预留群内的成员十分好奇 这也导致霍尊连来了不少难兄难弟 有网友细细推理了该群的成员 发现除了此前为霍尊仗义之言的甜蜜之外 图画冰,宋思红等老盘音乐人也接连中枪 甚至被认为是跟着苗红的典范 多次登上春晚舞台的七零后歌手平安 也被指借着演出之名抛向老婆和两个孩子出国嫖娼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乖瓜裂脚群实在没眼看 更有人直言继续伸疤,一个都不能少 范范想说,不论这些消息是否属实 但一人作为公众人物还是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 太违反道德终将被反噬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群? 我可以真是说,我有一个群 都是我们互上的,就做上海做音乐的一个群 男女都有吗? 纯男的 纯男的